前面两个也成为事实 最后一个还不知道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 全球风险咨询机构 这个机构 是一个叫EUROASIA GROUP 就是欧亚集团 欧亚集团是一个创办人 叫Bramer 一个犹太人 一个叫Bramer 创立的 他这个人 是小有名气 他是拥有史丹佛大学的 政治学博士 然后他这个 经常在各大媒体写文章 那他现在是 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然后他就创立了一套 这个华尔街接受 他卖给华尔街 我是这样一个评估 各国的主权风险 简单讲就评估政治风险 特别是地缘政治风险 这一套的评估模式 那经常卖到很多的银行 跟投资银行 那他就后来干脆自己成立一个咨询顾问公司 叫做EURO ASIA GROUP 那有大概有130几个这个专业的这种分析人员 在分析世界各国可能发生风险的地方 他也是全世界最早跟我一样 认为俄乌战争会开打的 会打的 会开打的 我们想的理由几乎都是一样 因为训练的背景是一样 所以推论会一样 那他现在 把这个美国三大敌人类出来 三大敌人就是普丁 然后伊朗的总统 还有北韩的金正恩 三大敌人 那有那个三大朋友 是危险的朋友 英文叫 America Dangerous Friend 第一名叫哲伦斯基 那就不用解释了 可是哲伦斯基也觉得 美国是他最危险的朋友 这个就说不通了 互相危险的朋友 互相危险的朋友 那第二个纳坦雅胡 纳坦雅胡根本不把美国当朋友 他把美国当小弟 所以 他不理美国 搞他自己的 所以美国拿他也没办法 把他当小祖宗一样看待 因为他背后有高人 第三个就是赖清德 那当然叙述赖清德的危险性 他是认为就是说 可能会把台湾带进去 一个很大的风险 把美国卷进来 第一个就是他认为 他是一个死硬的台独奋者 那北京无法接受 所以北京可能为了铲除他 赖神变赖鬼 所以他就会使台湾发生 这个高度战争的危险 会把美国拖进来 所以大概讲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美国就要加强管控耐心得 要不然美国会自己 把自己卷进去 一个无法形容的风险当中 这是EUROASIA GROUP 他发表在什么地方 发表在一张Ground Zero的一个 杂志或者网站 Ground Zero也是EUROASIA发布的 他定期发布 那你如果要看他的研究报告 就要付费的 那他简单讲叫G Zero 就是Ground Zero Ground Zero是军事上的用语 就是爆发点的意思 像原子弹丢下的原爆点 也叫Ground Zero 然后那个什么 911被攻击的世界贸易中心 倒塌的 那个点倒塌的点也叫Ground Zero 这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 现在被用来做风险评估 那现在台湾也被输为Ground Zero 已经变成Ground Zero 对Ground Zero 好另外一个蛮瞎的事情 就是波音737 MAX 这也是一件很瞎的事情 对虽然飞到一半 这个门掉下来 那这件事情 我只看到波音股价掉下来 通通都掉下来了 门掉下来股价就掉下来 股价掉下来 现在全世界被推销737 MAX 现在都头很大 大陆听说要准备下单了 现在对外讲说 我们民航单位已经批准了 但是我们还要发改委同意 赶快推给发改委 赶快推给发改委 就是他已经 因为中美友好 所以已经准备下定单 表示合理 结果没想要出了这个事以后 他就不敢负责任 就推说发改委还没同意 所以很有趣 其实不止大陆会有词语 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自己有词语 所以美国运输部长就想说 安全钱都不会付费 那安全什么时候检查出来 终于承认有安全疑虑了 终于有承认了 这实在太瞎了 没有看过那么瞎的 人家那个日航 出了事人家还知道原因 而且原因跟飞机无关 而且跟驾驶无关 有人听错了 这个日本人有过瞎 这本军方的训练也是很奇怪 那是海宝厅的这个驾驶听错了 对吗 他是用英文讲他听不懂是吧 他们日本人只用日文讲好不好 对啊 怎么这么离谱 哇那实在是太离谱了 那这个反正不可思议是 这两天都在美国跟日本发生 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到现在为止 这个阿拉斯加 不是有个罗斯松了吗 不清楚 不清楚 现在原因不清楚 他是从欧里根起飞的飞机 就是欧里根起飞的飞机 要飞上加州 问题是还好 都在陆地上 沿途有很多机场 可以紧急迫降 如果在大海中怎么办 就再见了 真的再见了 你飞到临近的机场 在太平洋上 你不要多远才飞得到 所以我只能说 不幸中的大限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限 如果是从阿拉斯加起飞 要经过北太平洋 那如果在太平洋上空脱落 他在一万几千公尺 几千英尺以上掉下来的 那就连个迫降的机场都没有 而且还要机场很稳定 有办法把它驾驶到 那简直实在是 我怎么说 波音公司怎么会有今天 我小时候 只要听到波音公司 就觉得高科技的飞机 多先进 不像早期的麦克堂 那种比较差的飞机 其实美国最近的科技产品 都开始陆陆续续有问题 这叫成长的极限 波音是不应该出事的 就像那个iPhone 15 不应该卖不掉的 iPhone 15 因为完全没有什么新的功能 它只讲说 我们新的功能就是 我们旁边用钛合金 可是每一个买的手机 都用皮把它包起来 谁会看得到你的太后军 难道每次要打开给它看是不是 所以我是觉得 产品设计都有问题 这不是科技问题 这是工业生产能力的问题 就像说卫星发射 美国不是发射好几次失败吗 因为不是卫星有问题 是火箭有问题 那你这个就表示什么 你的工业生产能力有问题 就像说那个什么 那个印度也很搞笑 哎呀我发射个卫星 到了月亮的南极可以降落 就发现到了降落又长不开 什么把戏都有 所以这个工业能力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你要设计出一个工业产品 或者制造的很精密 美国好像逐渐失去这个能力 由波音的737这个视频 可以看得出来 毕业之丘 对啊对 我们回到 where it WORK